西宇 这个你喝 西宇 你怎么了吗 你跟徐护士说说呀 徐护士很想知道呢 西宇不是笨蛋 大嫂 你怎么会来啊 我过来看看啊 西宇最近怎么样 你跟你的儿子平安 相处得好吗 怎么了 是不是相处得不太好啊 大嫂 是我不对 你要怎么伤害我都可以 可是西宇她什么都不知道 请你不要伤害她好不好 我怎么伤害西宇了 我只是问问 她跟她的儿子相处得怎么样 我怎么伤害她了 也是 西宇又不是平安的亲生父亲 平安的亲生父亲是 大嫂 这里又没有比其他人 你怕什么 我们出去说好不好 西宇 西宇 我跟大嫂有点事 要出去 麻烦你照顾一下西宇 西宇回来了 是啊 大嫂 走吧 大嫂我 大嫂我 我答应你 你跟我老公的关系 我不会告诉舅妈的 我们之间早就没有关系了 那平安呢 平安是我跟西宇的孩子 不 平安是我跟振宇的孩子 是 什么意思 我要领养平安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平安身上流的是 正宇的血 但是平安她真的不行 你跟西宇 还可以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 而我跟振宇已经不可能了 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现在还我一个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有什么不可以啊 是表哥要你这么说的吗 是他要你这么做的吗 舅妈那边你放心 我会告诉她 是我想领养平安这个孩子 反正她本来就觉得平安爱业 我领养她 正合她的意 你以后也不会因为平安 而看婆婆脸色过日子 其实我是在帮你啊 你得感谢我才对 不可能 我不会让平安离开我身边的 那我们就法院见喽 如果你不怕你的关系 跟我老公的关系被公布出去 西宇受伤害 你被赶出家门的话 我也不怕 大嫂 你自己好自为之 别弄得连西宇都懒得理你 到时候可就得不偿失了 不愿意 不得了 出家 喂 韩振宇 你不是说你要放弃平安吗 为什么现在又要领养他 你说什么 我已经见过大嫂了 我再说一次 平安跟你没有关系 他是我的孩子 我不会放弃他的 喂 悉尼 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平安是谁的小孩 振宇哥的 平安是你跟振宇哥生的小孩 我问你平安是谁的小孩 是不是你跟振宇哥生的 你说啊 你回答我 所以五年前抛弃你的那个男人 是振宇哥 是吗 他们是兄弟 虽然不是同一个妈生的 但对我来说同样是哥 你怎么可以 不是这样的 悉尼 他们两个其实不是 答应你的事 我不会反悔 心里面的内容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我可以相信你 对吗 明知道他们是兄弟 你怎么还可以跟我哥结婚 难道结婚的时候 你得了失忆症吗 还是为了报复振宇哥 所以才故意嫁给我哥 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么样 你怎么可以结这种婚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虽然我哥什么都不懂 像孩子一样 可是他又多喜欢你 可是他又多喜欢你 多爱你 我妈如果知道真相的话 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我哥会怎么样 你真的 真的太过分了 爱心 你 你要去哪里 走开 我拜托你 不要告诉妈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好 要我不说也行 你自己走 随便别恶什么理由 自己离开这个家 你不要再得寸进尺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究竟要愚弄大家到什么时候 你才高兴 我没有那个意思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现在讲不清楚 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那是怎么样 平安不是振宇哥的小孩 还是我哥和振宇哥 不是兄弟 没话说了吧 那是兄弟 你 你 等细雨痊愈了 等她痊愈我就离开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不是的 是真的 细雨一直在进步 这段时间我一直瞒着妈 每天带她去医院治疗 医生已经说了 细雨的病不是天生的 她有机会可以痊愈 是妈根本就不相信 不愿意接受治疗 你只用她的方式 你真的是很会 转移话题 退卸责任 现在竟然把错误 退卸到我妈身上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没有跟你追究 细雨的疾病是谁造成的 我只是希望 你能多给我一点时间 细雨是有希望的 她可以像一个 正常人一样生活 不用想像她这样 每天都待在家里 我看需要治疗的人是你 细雨你不信 不信就跟我去见医生 我是不会离开的 明知道有机会 可是妈就是不相信我 如果你也不帮我的话 我怎么忍心 抛下细雨一个人离开 反正你迟早会被赶出去的 您 您知道吗 一鲲鲁鲁鲁鱿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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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R 哥 哥 哥 你在这里干什么 歇语在等徐护士 徐护士还没有回来 我刚才看见嫂子了 她说要去散步 晚一点才回来 来 我们先回家去吧 走 走吧 哥 别去找他了 我说不要去找他了 我们让他回到自己的家吧 就像以前那样 妈 哥 跟我三个人 我们一起生活 好不好 西米 熊世跟哥是夫妻 我们只要生活在一起 那个女人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她不是好女人 她很坏 她坏得不得了 她 你很坏 哥 你 你 好 有 有点坏 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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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尼不坏 哥哥坏 细尼不哭 哥哥坏 你是在安慰我吗 我哥什么时候 懂得安慰人吗 哥哥坏 西宁不要哭 细尼一直在肌腹 这段时间我一直瞒着妈 每天带她去医院治疗 医生已经说了 细尼的病不是天生的 她有机会可以痊愈的 细尼不哭了 郑宇跟西宁 他们两个并不是亲兄弟 我应该说出来 可是我没有证据 说了又有谁会相信吗 是 喂 西宁 喂 把医院的地址 和医生的姓名告诉我 你要去医院吗 是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徐护士一个人出来 散步很危险 细尼怕徐护士危险 所以出来找徐护士 你 西宁 我们一起约会好不好 像其他的夫妻一样 开开心心地 做一些幼稚的事情 一起约会好不好 你好幼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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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